大家好,我是贾阿西,我们来看这局冰天混账的下半集 上半集没有看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到我那个主页去看 现在是剩下我跟那个橙色的一对一单挑 当时我们被整的相当的惨,你看我们现在就一个猛军基地 而且我的地盘相当小,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其实最开始我的位置是在右下角,但是当时我们打完之后被橙色肥手套 当时他那个坦克很多,把我整个只剩下这个地盘了 而且这个家伙他的基地是比较多,你看他拉了个基地跑到右下角 因为在上级的时候他拿那个坦克一直想冲我,但是我们边上有大头 加上我们这里有七个雷电法王,这几个雷电法王相当厉害,都是三星的 而且是带来那个火力防御,输出的是相当高 每一次都是把那个基地给护住了,打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终于捡到一个苏军基地了 没办法,对吧,基地小王子 因为对方那个地盘是比较大,他在那个左下角有很多大炮,跟我一样是法国 我们如果说的呢,造这个小坦克去冲呢,肯定不得行 而且现在我的坦克没有一点点优势,你看我现在刚刚才捡到苏军基地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造那个苏军兵娘待回来,要转那个肥坦克 造这个小坦克的作用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就是在不停的捡箱子 因为这个框已经采完了,都靠捡箱子 对方呢,其实他的地盘是比较大的 左下,他那个防锁是固若金床 我们呢,这个打到后期的话呢 如果拼大炮呢,感觉也要拼很久 我们这里呢,再整几个雷电法王 这个雷电法王呢,待会如果全部减成三星啊 那个战斗力是爆棚的 而且待会打到后面的时候呢,用来拆那个建筑也是非常厉害 反正现在我们的路口呢,看到没有很多大炮,加上大头啊 我们可以稍微守一下 算了,这个法国基地呢,我们干脆啊,拉到右上去安全点 万一这家伙呢,拿那个坦克直接过来,放掉我的基地 然后他呢,又一直在造那个大炮整过来 那肯定对吧,我们没有大炮防守,可能也不得行看 因为目前我们的坦克是没有优势的 只能多造点大头啊,大炮呢,先防守 这个时候对方的坦克看到没有,来了呀 这个时候对方的坦克看到没有,来了呀 他看到我这个坦克比较少呢 估计思想过来呀,放掉我这个基地啊,但是没有关系了 对方这个坦克一冲啊,先被我这个大炮啊,大头看到没有,整掉了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雷电法王疯狂出出看到没有 这个雷电法王三星相当的厉害 他那么多坦克呢,根本是从不进来啊 像这种局,他肯定呢,就是要用大炮 或者那个坦克,从那个右上去从,因为你看我这个右上角 就一个大炮,这个右中的那个路口是比较窄啊 我们只要大炮一卡呢,他就只能从那个侧面 那个侧面就一点小到哈 他这个阻力部队一丢,看到没有 他右下角呢,他这个地盘是不是,他就守不住啊 那我们肯定要给他拆了哈 直接拿坦克上去打掉基地,然后后方呢 我们把雷电法王派过来,拆掉他这个建筑啊 这个城市呢,他没有跟我一样对吧,整这个雷电法王 他只是呢,造了一些多个轮,减三三星 有苏军兵营啊,一定要整这个雷电法王 待会呢,可以用雷电法王去锁定地盘上的箱子 只要对方一靠近,那个三星小车子,根本是整不过哈 现在右下角的地盘呢,把它拆了 只要他呢,没有办法从这个位置延伸大炮过来整我呢 他就一时办法,肯定是打我不下 而且他刚刚把坦克的已经,对吧,浪费了 他接下来,肯定还得捡半天箱子 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捡上去,注意看哦 我们又捡到一个基地了,现在呢,有三个基地 这里呢,我们就稍微的快换一点点哈 因为呢,进入了这个愉快的捡箱子房间 我们暂时呢,就是先占据那个右上角 慢慢的把那个,右上那个中间那里给它卡住 准备延伸一些建筑过去啊 我们现在就是把地盘呢,要控制住 这样子多捡点箱子 等到后面呢,再多占点坦克 因为他现在这个坦克呢,还是要比我多 毕竟呢,我们从上半截到现在呢,都是一个防守的姿态 目前你要我们去进攻呢,对吧,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主要他的坦克比我多 大家都是法国,而且他家里面有那个大炮 大炮是比较多哈,你看这个家伙 坦克从那个中间跑到左上角 感觉这层次的就是想呢,拿坦克硬冲哈 他后面有那个三星小车子 我们看这一波呢,他是不是要冲过来啊 他的坦克反正是纯运动 好,注意看对方来了,我们卡个大炮 后方的坦克呢,就站在大炮后方哈 你看到,三星小车子,在下面踩我建筑啊 这些其实无所谓,这个建筑呢便宜的很 他那个坦克比较贵啊,900块钱一个哈 这个地盘呢,其实被他拆的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只需要来减点钱啊,再往前面延伸哈 他现在这个坦克也不是很多的,对吧,你看 我们拿坦克上去,加上这个雷电法王 感觉我们光靠这个雷电法王,他都打不过他里面 瞬间把他的坦克整掉了 刚刚我们看了一下他家里面 啊,这个时候家里面坦克好像不是那么多了 那这样子,感觉我们是不是就有点击费了哈 这里呢,我们再次稍微的快放一点点 这个法国跟法国之间的一个对战呢 像这个一一啊,打到后面就是 第一个是拼大炮,另外一个就是拿坦克硬冲哈 前面呢,这个橙色几次冲击我这个地盘呢 他老是想换我的基地哈 导致自己的坦克,现在好像数量不是特别多啊 我们只需要多捡点钱啊,多找点坦克 这个敲回来啊,你看,这个坦克多还是要过来冲 哎呦,这个坦克有点多 我们保险起见啊,这个法国基地,我们先这样数性的往下面拉动一下 好,雷电法王再次过来,你看我们这个雷电法王 每次都是紧急时刻互主啊 面对我这个雷电法王,他根本是打不破坑名 直接,他想跑啊,我们就给他做电疗 这样子呢,这个城市,一而在站而上呢,把坦克这样子送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有反攻的机会了呀 我们继续跑到外面呢,多捡点箱子哈 下面我们呢,再次稍微快防一点点 又进入了一两分钟这个捡箱子房间 这个找箱子就是看手术哈 你那个鼠标呢,要不停的切换 这个城市,重工比较多啊,他又来了很多坦克,看到没有 他感觉呢,又想从这个上面过来进攻哈 像这个坦克进攻呢,一定要找到机会 你要么呢,就一鼓作气的把大鱼房打残 要么就把坦克长着 还不如呢,就是踏踏实实的捡一些三星 这个坦克要是捡到三星,这个肥坦克,那是相当厉害 你这个没有新的坦克的,冲这个大头啊,根本是冲不进去哈 你看我们,这个右下角呢,有一些杂牌军 这个杂牌军停到下面呢,一方面是捡箱子哈 另外一个就是,守住那个区域哈 这个城市的坦克随随遇动 好,我们把雷电法王拍过来,你看 这个雷电法王一过来,他根本呢,打不过哈 我们直接追着他,给他不停的做电缴 哪里跑,直接给他逼咚,堵住了哈 这样子待会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右下来占据哈 现在手上呢,钱不是很多,大家看这个冰天地图上 这个地上是不是好多的坑啊,这些都是大战之后呢,留下的痕迹哈 这个坑看没有这么多哈 刚刚我们看了下城市家里面啊,他这回呢,坦克已经不是很多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慢慢的斩坦克哈 待会附送基地呢,跑到右下去,拉个基地过去 把下面地盘一控制住,这样子我们这个地盘大了之后 我感觉我的手速还是挺快的 对方这个手速感觉呢,不是很快,没有我快哈 因为我看他这个解箱子,就是拿多个能解 你看我们,只要发现有箱子,而且我每一块地盘呢,都停了这个部队啊 只要有箱子,你看没有,立马就过去解箱子了 我们坦克一线啊,然后呢,雷电法王,砸白军啊,蜘蛛啊,吃五线箱子 这个时候感觉呢,就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坦克可能已经很多了啊 所以说呢,我就拉了个基地,拉一个苏星基地啊,跑到下面去 先把这个右中啊,占据哈 这个占地盘呢,也不要一下子就拉到右下去 这个路口呢,我们先把它卡住哈 省得他拿三星小车子冲进来呢,晃掉我的基地啊 好,我们基地啊,往这里的放个大炮 现在我的地盘是不是就比较大了呀 这个右上啊,小岛啊,右中啊,右下,还有左上角呢 还有中间啊,我们都可以解箱子啊 把坦克呢,我们就全部拍到下方了呀 待会我们准备发起进攻了 这个雷电法王待会呢,我们就把它放出来 这个雷电法王呢 第一个呢,他那个放了大头兵进去之后 这个战斗力相当厉害 而且呢,把那个大头放出之后啊 这个三星小车子呢,才建筑也是相当厉害的 现在我感觉我的坦克已经很多了 对方呢,也是有坦克,他现在不敢出来 因为我感觉我的坦克比较多 这个时候我感觉就差不多了 应该是可以,对吧 去把它呢,打一步消耗正好 我们拿坦克呢,直接往前扛伤害 然后呢,三星小车子在后排 先把这个缺口呢,给它冲开哈 好,再往里面冲,拆掉它的建筑 但是这回呢,它的坦克好像呢,又补充上来了 毕竟我们是进攻方 面对它这个大炮呢,肯定会有所消耗 我们先呢,战术性的往后面退一下 不着急哈,我们再捡点箱子,对吧 待会再发起进攻哈 反正我现在地盘呢,比较大 只要呢,再来一步冲,我感觉呢,它就顶不住了 你看,我们这个左上角 拿蜘蛛在这里捡箱子的同时的也是针对哈 因为它呢,好像只拿那个多个轮件 而且连那个奶妈车呢,它都不带哈 这个基地,我们先往后面退一下 感觉它的坦克应该是要比我多一点点 我们先退到右中哈 好,这会我们再把这个大头啊,装到这三星小车子里面 我们这一局整个的,从头到尾哈 这几个三星小车子的相当相当关键 看到没有,七个啊,就这七个奶奶法王哈 待会我们拆大炮的时候呢,再把它放住它 把它装上大头呢,主要是针对着它那个三星小车子 这里其实后面还有两个 但是这两个呢,大头的话 还没有是三星啊,不是很厉害 我们先在那个右下角的多照两个大炮 锁住这,你看 它有三个多个人啊,跑到这一顶箱子 我们蜘蛛过去,直接追它看没有 面对我的蜘蛛啊,这个多个人呢 它是根本不敢直接锁定 因为它锁定肯定会钉一个 所以呢,这个后面肯定呢 要整雷电法王哈 这个雷电法王呢,只要移动 进攻对吧,对方那个蜘蛛呢 根本是不敢靠近 这个家伙的坦克比较多啊,我们先不着急哈 感觉数量差不多呢 我们就直接一波带走 像我们进攻就是这样,对吧 要么不打,要打了就直接 要给对方的重创 而且是绝对不会呢 给对方击费的啊 现在我们占据右下角呢 慢慢的往前面也可以用大炮延伸过去啊 这样子也是属于呢,逼着对方过来进攻啊 好,左上角我们继续捡捡箱子 好,这个坦克 慢慢的多了些了,而且你看 对方坦克直接冲了过来啊 好,这个坦克数量其实是比我多的啊 我们赶快放大炮的同时看没有 雷电法王继续冲过来 你看我们这一局这几个雷电法王 我们拿坦克掩护雷电法王在后方 这样子他的坦克的 只能的战术性的继续的往后跑 他这个一跑呢 其实很吃亏啊,因为刚刚 他来进攻的时候呢,他的坦克是比较多的 他进攻对吧 被我们大炮抢上雷电法王的 而且呢,他刚刚又逃跑 所以呢,他的坦克数量我感觉的 已经没有我多了,而我们这个坦克数量 一旦多呢 待会配合这个三星小车子呢 就直接啊,冲到他家里面去了 你看我们现在手上 经济对吧,反正减呢 一减就是一个钱哈 这个城市还跑到我这里捡箱子 他现在塔克已经没我多了 所以呢,他家里面呢 这回防守呢,就是靠大炮 但是光靠大炮呢,也不得行啊 这个大炮底下呢,一定要配那个大头 如果说他那个路口啊 配的很多大头呢,我感觉啊 这一局打的时间呢,会很长 但是这个城市你看 家里面好像呢,都不知道大头 注意看我们 路口呢,都卡着大头的哈 你看每个路口,基本上都有大头啊 这个大头呢,防守那个三星小车子 是比较厉害的 现在的感觉差不多了 我们赶快把这个雷电法王 大头呢,下车啊 好,拿坦克直接往前冲 然后三星小车子在后排 你看我们这个坦克,直接掩护三星小车子哈 对方的坦克想点我的三星小车子的 你看,瞬间就没了 那这样子这个缺口是不是 一下就打开了呀 他现在家里面就只靠大炮 这个大炮,你看我们这个三星小车子 拆这个建造,是不是相当快啊 对方呢,也有三星小车子 我们直接给他拦截 好,打掉他的基地 再往里面冲 把他的法国基地呢,全给他干掉啊 他里面呢,好像还有一个 我们再次往里面冲 你看这个三星小车子 好,打掉他的基地 再打他的 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个法国基地了 虽然说这部坦克没了 但是你看他家里面是不是 已经被我们冲得稀巴烂了呀 我们只需要再捡点箱子 他就顶不住了 不过打到这里呢 对方也是自爆了 好,这一期视频呢,就到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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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